遮顶 遮顶都可以 丹花 丹花 与肉会主委陈其仲合体推荐台南狱景有名的芒果冰 为了推广家乡台南美景及丰富的农特产品 立法文郭国文特别与光局西拉雅国家风景管理处方面合作 在立法院红楼广场举办check in先进西拉雅活动 邀请国人造访有先进美名的西拉雅风景区 赏美景 尝美食 买好物 南部的台山盛主要贯穿整个台南的山区 包括南西 南华 玉井 佐镇 那边许许多多的美景美物 美食 很多人都不晓得 那对很多人来说呢 其实那个就是先进 对我来说是很早以前的秘境 但是因为大家不清楚 我就特别把这一个美景 美食 美物 推到这个立法院来 让更多人知道 如果你来台南不一定要去旧府城区 你来到原县区的山区走一走 非常迷人 非常好吃 台山县在西拉雅地区非常长 那整条的沿线非常多的商店 还有我们的观光的业者 那也有很多的农特产品 还有伴手里 那整个风景也非常漂亮 那大家原本都只有熟知的是 关子岭的温泉跟沐山头水库 那我们希望借着这一次来到台北 来展带着观光圈的业者 来这边展出他们的达人 最拿手的这个 伴手里跟他们的农乐产品 希望能够借着这样吸引北部的好朋友 能够知道我们西拉雅 能够来一趟西拉雅的精彩的先进旅游 其中台南芒果部分 虽然今年因为雨水少 芒果的个头较小 不过产量却比往年还多 甜分也较高 因此夏天一定要到台南 品尝芒果的香甜好滋味 今年的话产量力会比较多 可是体型会变偏小 因为没有雨水 导致芒果没有长大 今年的芒果比去年更丰收 因为去年大家可能很少吃到芒果 那今年如果你要吃芒果 要吃特大碗的 比我们台北市更好吃的芒果冰 欢迎大家到台南狱景 那当然不止狱景 我们很多的地方都可以有这些的芒果 全台湾的芒果盛产最多的 就是在我的选区当中 玉井南西南化 还有包括佐证大内还有关天等等 其实都非常好吃 特别是爱文文蛋 还有土芒果等等 其实真的要吃芒果 真的要来台南 而且夏天时期 生产出来的水果更好吃 而芒果真正盛产的时期 在夏天就是在台南 所以一定要来台南吃芒果 台南不只是小吃好吃而已 台南有很多好吃的水果 特别是芒果 一定要来吃看看 现场吃的芒果 滋味一定不一样 除了知名的玉井芒果冰 活动现场还有不输日本滋味的 黄金桥麦面 南西商圈的果农之家 梅屋天然有机梅圆的特色梅子产品 及知名农场 走马赖的牧草系列商品 集结五大知名西拉雅 在地业者共享盛举 西拉雅国家风景管理处 方便期盼 在地观光物产资源与魅力景点 进行交流和串接展现多重玩法 让更多人有机会到南台三线 体验西拉雅有如先进般的旅游感受 一起来西拉雅玩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